大家好 我是林哲峰 2014年我開始重新慢慢的接觸水彩 我喜歡到日本旅遊 特別喜愛日本的世紀風景之美 我擅長的是日系的風格 我特別喜愛凸顯光影的表現 透明水彩非常的迷人 只要控制水分就可以做出暈染接色的效果 而它的線條感也比較柔和 能夠表現出日系的美感 雖然看起來入門的難度高 但其實只要掌握工具的使用 上色的步驟跟基本的構圖 你也可以畫出很有氛圍的水彩作品 在這堂跟Yota的獨家合作課程當中 我會幫大家建立對水彩的完整概念 包含工具的使用、作畫的步驟以及上色的概念 透明水彩因為是以水為基底 最重要的是如何控制水分跟顏色 在紙上我們會有輪廓跟渲染接色的方式 在筆法上我們會交非白、乾絲敲筆、道敲筆接色 學會控制水分就可以塑形 當有了形體我們就會進入到畫面的設計 這邊我會教留白跟光影的構成 我會跟大家分享怎麼挑選繪畫的素材 最後會進行完整的街景示範 希望這堂課可以幫助你輕鬆地畫出日本風景之美 分接了 對 客人� vergessen